水柱随着音乐节拍变换喷洒方向 搭上科技感十足的动画展现未来城市意象 蝴蝶光影在天女散花的喷泉中翩翩起舞 节奏宽快的彩虹配对主题水舞秀 吸引游客在彩虹桥边驻足围观 看得目不转睛 当然不错啦 常办这种活动当然是最好啦 这边本来就观光夜市嘛 观光客比较多嘛 你比较有东西可以让他们看的话 他们会感觉台湾真的是不错 真的好看哦 赞哦 我喜欢 我用那个网络 现在用网络的 对 用直播的 所以中印尼都知道了 对 印尼的朋友 然后家里的人都一定知道了 这只约1500万打造的台北水舞嘉年华 在5月1号正式开幕前抢先看 海内外朋友早兴奋不已 未来两个月每晚7点到9点将有五场水舞表演轮番上阵 每次长达5分钟要让游客在卖帅桥下享受绚烂的神光饗宴 周围还有40米长的彩虹光廊和炫彩光墙 可以美美的拍照留念 那因为这个水舞各位可以看到 它是从桥上来喷下来的水 目前来讲很少在这个桥上来做的 大部分都是从水里来做 那所以这应该也算是一个创举 而这个水舞也是台北市第一次来举办 我们也期待透过这一次的这个举办 能够让台北多一个亮点 透过水舞表演串联夜市 此幼宫及五分谱商圈 进而带动观光 要让台北越演越美丽 与新闻唐行洪国凯特报道